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兩盒蠻特別的模型 那我稍微上網查了一下 發現那其實這兩隻模型呢 蠻少人在介紹的 所以呢我就把它買回來啦 將將 就是這兩隻 分別是黑金電鍍版的 魔神Z 跟另外一隻 可憐泰莎 因為一次呢是介紹兩隻 所以呢就沒有使用搓石來跟大家分享 組裝的過程 那我就廢話不多說直接來介紹囉 那我就先從魔神Z來跟大家做介紹 那這隻魔神Z呢 它的黑色跟灰色的部分呢 是屬於金屬亮面的 所以看起來呢會很有質感 金色的部分呢只有在 它的頭部的角 眼睛還有胸部的灰甲上面有做金色 那我呢使用鋼麥筆呢 將角跟眼睛呢塗了金色 胸部的部分呢這邊我就沒有做 塗色的部分因為它內部呢 有做刻痕如果塗上去的話呢 會把它的特色給蓋掉 那這隻的優點呢 是它的零件是屬於比較大面積的 組裝起來呢會蠻有爽快感的 這隻不用太多的補色 不用說湯口 所以在過年期間呢很適合組裝 那另外一個優點呢 是它這次裡面呢還有附一個 市價約100多塊的支架 所以我覺得這隻CP值蠻高的 這隻的缺點呢是它的左手部分 它只有做一個樣式而已 它沒有像右手一樣做其他的樣式 只有打開來拳頭或者是手刀的部分 我覺得這是它唯一的缺點 HRK JP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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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點上面呢 這次的手部零件比較多 大便晶 炸便晶的顏色呢 也要補比較多 所以要花比較多的時間在塗裝上面 那這次 這次所介紹的這兩隻 那整體來說呢 這次HQ系列所出的無敵鐵金剛呢 我覺得CP值都蠻高的 黑金配色呢 完全不輸給原色 那蠻推薦給大家入手的 那如果大家過年期間呢 無聊的話呢 可以買來組裝喔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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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